现在是二月底,多伦多 看到这个花漂亮不漂亮 更重要的是 它还非常香 和香一样重要的是 它还非常耐寒 可能有朋友会问啊 这什么花呀 这是水仙花 什么花香 水仙花香 你闻过水仙花什么香味吗 我说的是中国水仙不是洋水仙 闻到它的花香我都快哭了 我说想家 我想我妈了 因为记得小的时候 在家里头一过春节就会种水仙花 那都是所谓的中国水仙 其实中国没有原生的水仙 都是从外国进的 而中国水仙记得都是抵一大坨 然后发出好几只来 这个下面就是一小坨 出来几只 我先说花香有一点点刺激 你要是闻过中国水仙花的花香的话 是很香 你要是自己判别的话 是有一点点刺激 但是那个刺激的味道呢 又不会让人讨厌它 它和那种大的所谓的洋水仙 那个刺激味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印象当中的 小时候闻过的 我妈给我买的中国水仙的花香 好 这么一盆多少颗 多少颗 四颗 四五颗 多少钱 七九九 它那是风信子的价钱 这是narcissus 这就是这个洋水仙的价钱 也是七九九 经常看我频道的老观众应该知道 我以前推荐过一个非常香的品种 叫做Winston Churchill 丘吉尔先生 他就是非常香 这个和丘吉尔先生 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个香味也很纯 也很迷人 这个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我差不多每说一句话都会去闻一下 即使隔着口罩 这个味道都是我都快说点正事吧 说点有用的 情绪的东西放在后面 情绪东西自己回家感受 它有标签上面写着呢 叫bridal crown narcissus 是崇拜的水仙 很多这种盆在的水仙 都是室内养的 不够耐寒 多伦多不够耐寒 但是这个我查了一下 我马上就查了一下 它的耐寒性是耐寒四区 多伦多是耐寒五区 所以它在户外过冬 应该没问题 只要它标签没写错 那么这个香型 用英文来说 它就叫做sweet fragrant 为什么要强调它耐寒呢 因为你种下去以后 如果是盆栽的 就很难让它再复花了 一般盆栽不耐寒的 就种完开完花就扔掉 而耐寒的品种 多伦多地区 你可以把它地栽 阳光充足的地方 然后靠近门口的地方 靠近小路的地方 那么你它春天一开 尽情的享受 而且羊水仙在多伦多地区容易 第一首先容易复化 第二它容易越长越多 它底下的球根会越长越多 长了很多 你中国你知道算吗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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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越长越多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说呢 你知道这家花店在哪吗 在下面的留言区和置顶留言 这家花店是Lungos 是一个连锁的grocery store 所以你可以去家附近的 如果你在多伦多安省 去家附近的店看看 为什么我强烈的推荐这种花呢 我推荐了吗 我好像是一直在推荐 因为除了这个香花以外 还有风信子 风信子也很香 但是风信子有一点点 那个刺激味和这个不一样 那个刺激味闻多了 特别是你要放在室内 风信子闻多的话 会有点恶心的感觉 这个我你看 我说一句话闻一下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恶心感觉 只有幸福的感觉 另外呢 风信子 刚才说了 风信子的刺激性 适合在花园中 在室内就不行 那么风信子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会往往 通常情况下 在多伦多地区 它会越来越少 一年比一年小 开花一年比一年小 然后最后没了 而这个羊水仙 通常情况下 它的适应力非常强 特别是耐寒品种 它会越长越多 最好给它多点阳光 至少半天日照 不要一点阳光都没有 至少半天日照 或者是全日照都可以 在多伦多地区 全日照都可以 越全日照 它繁殖的越快 而且最好是 富含有机物的土花床 它长得就更快 那么你种在花园里 每年春天开花的时候 应该是在花园里正常 应该五月份到六月初 开花 开花的时候 你可以切花 把它剪下来 插在室内的花瓶 真的享受 你看花是不是也挺美的 好了 这个羊水仙 不是 这个香味的水仙花 今天就说这么多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想法 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poet子 不让尽 宝贝